我们的里面 我们必胜过这世界 Hallelujah 我的灵 安静在你面前 神知道你就在这里 我的灵 相复在你面前 神知道你是我的一生 让我得见你的揉面 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见到你 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彰显你心意 与你相连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 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我的灵 安静在你面前 神知道你就在这里 我的灵 相复在你面前 直到你是我的一生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见到你 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让我得见你的荣耀 让我的天地融灭 彰显你心意 与你相连 彰显你心意 与你相连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 命意 与你相连 命意要见你的荣耀 命意要见你的荣耀 让我得见你的荣耀 让我的天地融遍 将写你心意 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见到你 你一样天地的荣耀 让我能见你的容颜 回忆的心里与你相恋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 你一样天地的荣耀 荣耀光庄 成立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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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天地的荣耀 将写的心里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见到你 你一样天地的荣耀 让我能见你的容颜 回忆的心里与你相恋 我要在这里见到你 你一样天地的荣耀 让我的天地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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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这里敬拜你 定一样天地的荣耀 定一要见你的荣耀 将领 我们要看到你的喜乐平安降临 就求你的圣灵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们都要来赞美你 Hallelujah 耶和华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 在你上游天上的清白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你自明 以你荣耀 我补出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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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与我们同处 因你荣耀我付出警戒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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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在 精在 勇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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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从在海带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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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一向你回败 尊贵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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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脚是为了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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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处 因你荣耀我付出警戒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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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在 精在 勇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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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宋真爱开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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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你回败 真会荣耀 都会发作高养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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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精彩 永返 荣耀 荣耀 每个宋真爱开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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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你回败 真会荣耀 都会发作高养 一夜夜 不停声哨 到高路下 不停声响 一日夜夜 不停声哨 在美仙境 永不断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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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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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精彩 永不断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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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宋真爱开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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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你回败 真会荣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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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宋真爱开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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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你回败 真会荣耀 豈能胆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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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能胆 trä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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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能胆保佇 足高扬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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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 哎呀 结束愿舍的荣耀 颂赞 珍贵 完全献上给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爱我们的主耶稣 谢谢祢的圣灵这样来带领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受造 就是为了要来赞美祢 这就是我们被造的意义 主要求祢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 就求祢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祢并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就要如香不断的献上 不管日日夜夜我们都要这样不断的献上 主要就求祢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更求祢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因为所有的荣耀尊贵颂赞都是要归于祢 在今天晚上就求祢设立祢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看到祢的荣耀就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圣灵就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管软弱的 让我们缺乏的 都在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重新得力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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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我们我的救助耶稣 带领我们 教我们你的救助耶稣带领我们 保险如 ц平之灵敏律地灵敏地灵敏主 带领我们 Oh耶稣 我们荣耀祢 我们尊重祢 我们赞美祢 耶稣 Oh耶稣 Oh耶稣 我们赞美祢 Oh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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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等等美好 Oh耶稣 Oh耶稣 绝书 再次我们要用 祢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Amen 那我们再次将荣耀 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Hallelujah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请坐 那我们请陈忠群弟兄 来带我们读亲 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有三处 第一处在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一到六节 请 百姓见摩西 延迟不下山 救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 儿女儿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住了一支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的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面前竹坛 且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献凡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第二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请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第三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就在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拿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栓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千来 向圆神的话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消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礼拜天 我们要攻守圣餐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我们 本周 李牧师讲到的主题是 金牛 红牛 紫牛 荣耀丰盛的鸡叶 以下是双逸门训课程的重要消息 最新一期的双逸门训课程 即将在下个礼拜六 十月一日起 正式展开 门训的课程分为三种 第一是养育班 第二是门徒班 第三是精兵班 其中养育班的上课时段是在 每个礼拜六早上 九点到十一点半 或是每个礼拜二晚上的 七点半到十点 为期十二周 有关门训课程的详细内容 有关门训课程的详细内容 请参考为杂志 敬请弟兄姐妹 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们 把握机会报名哦 可网络报名 或洽各区区目 或双逸干世杜慕恩姐妹 联络电话是 0970-971-215 0970-971-215 以下是少年不久的伯格 邀请少年不久的兄弟姐妹 做会来参加 QQ中央节 庆祝的餐会 时间是定在十月十一会 星期三会到十二点 第一是在吉祥 日本料理餐厅 会有每一个人会用是一百块 请问夫妇中郭菊姐妹 报名参加哦 我们恭喜本教会会友 蔡金泉弟兄 与朱丽都姐妹的公子 蔡明廷弟兄 与傅于媛姐妹 即将举行结婚感恩礼拜 时间是在十月八日 星期六下午三点半 地点是天桥教会的圣殿 邀请弟兄姐妹们前来观礼 为新人献上诚挚的祝福 南都电台FM89.1频道 天桥之音福音广播节目 由林献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 8点到9点 将主讲荣耀丰盛的祝福 晚上10点到11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我们邀请罗世锦 与高碧杰夫妇 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信仰见证 寻见生命中的绿洲 11点到12点 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 本周播出的曲目是 波隆娜的巴洛克音乐 以及约翰摩尔提摩的 威尼斯狂欢节变奏曲 天使心家族感恩音乐会 今天早上10点 在天桥教会大堂的门口 开放售票 敬请弟兄姐妹们 踊跃购票支持 接下来 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 提供准备大家平安 提供准备大家平安 我懂 ok 孩子都很可爱 有一次我在讲道 大概就是 刚刚我们的晚上的敬拜开始 那么敬拜团结束以后 我 开始要讲道 有个小孩子就跑到 我的前面来 那个妈妈一直追 然后她 跑过来抱着我的腿 叫我爸爸 爸爸 我真的是很尴尬 很多孩子在教会都会叫我爸爸 我知道 这就是在天主教里面讲的father 他们都叫神父叫father 就是一个属灵的父亲 我在这么多年来 其实也很认真养了很多孩子 今天 瑞婷 瑞婷你们知道吧 就是威尔仙的一个老板 她带了一个 她的一个 从台北领堂下来的一个朋友 在她公司上班 然后她 跟我介绍说 这是我的业妇 你看我养了孩子 有的已经在经营大公司了 我心中就会很喜乐 那么 瑞婷过年过节 无时无刻都会 偶尔就会包红包给我 见词你听到了没有 那么在这么样的一个 做一个牧师的过程当中 的确看到很多孩子在成长 这个礼拜有一个 女孩子 她要到上海去上班 她回来找我 跟我say再见 她最近非常的火热 她的确是 在我生命过程当中 她 我一直栽培她 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 也就是 从小就非常的特别 她生下来 她的妈妈常常 用着那个篮子 用着一个篮子 用着一个篮子 那种小孩在 刮那 妈妈在这边弹琴 她就把他丢在 钢琴的下面 这样长大了 然后以为这个孩子 将来是要去 做一个音乐家 可是她对音乐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大概是国小一年级 或者二年级 有一次她的爸爸妈妈 要外出去演讲 他们就把孩子交给我 那么教会那个时候 大概是十一点半 我们只有一场礼拜 所以十一点半 那个孩子就在我身边 我就问说 小孩你有 要吃中餐吗 她说要 有没有钱 她说没有 我就给她一百块 然后说你去吃中餐 等一下再来 我才载你到牧师的家去 晚上再载你回家 那结果那个孩子呢 就跟我说 这里哪有饭吃 甚至那个时候 教会四周都没有房子 也没有人卖东西 我就跟她讲说 你要吃什么 她跟我说 想吃麦当劳 所以我就载着她 到中华西都的麦当劳 中华西都那个麦当劳 她就指着一个一百零九块的 当时最贵的一个 一个汉堡 一个套餐 就指那个要吃 我就买给她 我就跟她讲说 一百块给我 她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 她说那是你要给我吃中餐的 现在是你带我来吃中餐的 然后被她打败了 然后她坚持不给我 但是那个时间只能够 停留几秒钟 所以我就又付她 一百零九块 要付一百零九块 那我就一直看着那一百块 她就把一百块 收在她的口袋里面 跟我说 给她吃中餐的 不能再要回去 我在问她说 你一百块要做什么 她说她想一想 结果下个礼拜来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她把一百块奉献了 她觉得那个是没有良心的钱 她一百块把她奉献了 这个孩子在城镇的过程中 有一次有个过年 她大概是国中 阿嬷 爸爸妈妈给她的钱不太多 她想买一个东西 但是钱不够 她那个晚上就祷告 跟师父说 神啊 再给我钱 我要买东西这样 她一直祷告 祷告她睡着了 那睡醒 早上睡醒的时候 她忽然之间发现到 她胸前有一个红包 一个红包 她把红包打开的时候 里面有三千块 然后她就两手就滑抖 她不晓得怎么应付这三千块 然后跑到妈妈的房间 问她妈妈说 妈妈你有给我三千吗 没有 我不是给你红包了吗 爸爸也没有 阿嬷也没有 那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怎么可能再给她红包 她忽然想到说 她有祷告要红包 省真的给她一个红包 回家祷告看看 有没有可能就有红包放在这里 她隔天 那天起来就是初一 我们要做礼拜 她来到教会 那三千块她也不敢花 她就把她怎样 奉献 她就把她奉献 那么这个孩子 一路上就是喜欢奉献 她就是喜欢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奉献 一件事就是赤青 你知道 她从读高中时代 就一直做十分之一奉献 到大学时代 有一年她都告诉我说 我是爸爸 我都做十分之一奉献 你知道吗 我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给她的 她常常都说她不够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奉献呢 结果有一次我就把她 有一次我在做账的时候 我就把她的整个奉献 掉出来看看 其实我是不太关心各位的奉献 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结果掉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到她一年 可以奉献一万五千块 哇 这很可怕的孩子 你知道吗 很可怕的孩子 那么她也喜欢赤青 当她大学逼后以后 她就开始去赚钱 我带她到台北一个广告公司 她喜欢做广告 喜欢做明星 因为她长得不错 你知道吗 我带她到我同学的那个广告公司 我同学看见她的时候 然后就跟我说 欸 憲平啊 像这样很漂亮的孩子太多了 你知道吗 她现在做明星很辛苦 现在不要做明星 只要做广告就好 结果她真的在那边 很辛苦的做了广告 做了两年多 她开始写广告 那个文章 广告文 写广告文 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台湾又把她遣回来 她离开那个广告公司 离开那个广告公司之后 她开始写到那个广告文 她晚上给奸猜 她来做那种叫拍广告的演员 最近她来跟我说 她要辞职 要离开台湾到上海了 我说 你到上海好吗 她跟我讲 妈 我告诉你一件事 这公司要请我的时候 她们开下一万块人民币 我说她们怎么找到你的 她说这是神的带领 她就祷告让她有一个 一个非常能够发展她恩事的地方 她说神的带领 然后那公司找到她的时候 就跟她email联络 给她一万块人民币 但是她心中祷告说 神啊 我不只是一万 我的价钱绝对是两万 结果她就跑到上海跟那个公司谈 那个公司呢 就跟她考试 出了一个题目跟她考试 那考试试以后那个老板说 你过了 但是你要多少 她跟她讲说两万人民币 然后呢 吃 住 所有的 旅行费用都是公司要付 那个老板一口就答应了 然后她告诉我一件事 我告诉你这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非常的爱主 然后我一直顺服着主 然后主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一生她一生就是很喜欢把金钱摆在神的面前 一生活着就叫荣耀耶稣 一生活着就叫荣耀耶稣 而且她也会宣告祷告 她一直在宣告 所以姊妹们 你们还没有结婚的 一定要宣告祷告 在85岁以下的女人都有机会结婚 你知道吗 我最年纪最大的是75岁 那么第二大的是62岁 所以不要怕你们没有婚姻 你知道 你只要现在没有丈夫的赶快祷告 没有太太的也赶快祷告说 主啊我娶一个老婆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 八十几岁的嫁想 祷告说主啊让我嫁一个85岁 想嫁一个58岁的 或者85岁想现在27岁 这样神可能不会给你 你知道她在祷告婚姻 她不是台湾人 那身高要185 你知道 然后呢要长得很帅 然后有点福祉你知道 你知道 而且是欧洲人 而且年薪千万 小哥要这样祷告 就是如此 你知道 然后 祷告了几年 那有一天去吃饭的时候 出现一个男生 很漂亮 就坐在他前面 就一个外国人 他语言非常好 就跟他哈拉起来 就这样 两个人就成为男女朋友 慢慢他就知道 这个男生 是一个欧洲人 然后呢 他的年薪超过千万 有没有恐怖 对 弟兄姊妹 相信神 我发现到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 里面的贫穷的意识 把它摧毁掉 把那种不可能的意识 把它摧毁掉 我们一定要把 撒旦的咎识 摧毁掉 我看到台湾人当他很穷的时候 他就会去改述 你知道吗 就是改述 等一下 这些3 你有没有看过 有一次我在表演给你们看 我小的时候看太多了 在北港 Leute 冬素不顾 你再散 那种 或是说 替你烧一些纸钱 叫你怎么做 兄姊妹 其实耶稣还就是要叫你脱离貧穷 你知道 脱离贫穷的咒诅 贫穷绝对是撒但给你的意念 你要跟说神啊 我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 你要培养一种富足的意念在你的里面 但是我也知道 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来到教会 在教会里面大概有 用牛来说大概有四种牛 四种牛 四种牛的现象 一种叫黄牛 黄牛现象 一种叫做金牛 金牛现象 一种叫做红牛 一种就是纸牛 我们都知道 我们骂人的时候都骂人家黄牛 有没有 你黄牛 你黄牛是什么意思 就是诈骗 诈骗集团 被骂过的人请几手 我看看 被骂过黄牛的 都没有 等一下我讲完了以后 你是不是教会里面的黄牛 等一下我讲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自己想一想 那么黄牛这两个字其实是从上海来的 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人跑进上海滩 跑进上海滩这些人没有地方买物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被一个黄牛党把物资全部操纵掉 他们低买要高卖 低买要怎样 要高卖 所以你们的物资是很难的 一切都操纵在他们的手中 所以那个时候叫这些操纵物资的人 低买高卖的人叫什么 黄牛 他们在诈骑这些什么 贫穷人 所以在今天你可以看到 像你要买江汇的票 有没有好买 他在眼上说很难买 所以有人就买两千 然后卖你多少 三千 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黄牛 对不对 也有门票黄牛 也有什么火车黄牛 有没有 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从台北放假回来 到火车站买不到车票 有人在旁边说 喂 八十块你百里就好 你必须花一百二菜 给你买到车票 这个叫做黄牛 教会有很多黄牛 诈骗集团 很多信仰是诈骗的 我几个例 有一个姊妹来到教会 非常热心 祷告 常在我旁边说 牧师会祷告为我祝福 我们就常常为她祝福 然后她有一天就告诉我 说牧师我有个房子 卖不出去 人家跟我介绍说 来到天桥 你找牧师祷告 可能就会卖出去 你知道吗 她要告诉我说 牧师这个房子 如果卖出去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十分之一奉献 所以那种十分之一奉献 就是逼我们要怎样 为她祷告 然后呢 我们就一直为她祷告 也跑到她的房子 那边去祷告 我就问她说 这里房价大概是多少 她跟我说 大概是九百 你要卖多少 她卖一千一 那有可怕吗 我这就很难卖 可是我们就是为她祷告 陪着她祷告 说她没有卖出去的话 她经济会发生很多的困难 结果祷告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她终于卖出去了 你知道吗 卖出去以后呢 签约以后 钱收到以后 就不再见这个姊妹了 打电话都不接了 然后呢 到那里就找不到这个姊妹 她搬家了 你听懂吗 黄牛 这种 这个还小条的 还有一个弟兄 那来的时候 大概六十几岁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他会棘手 因为他很高大 所以棘手在楼上 我很容易都看到 完了以后 我就跟他请安 他跟我说 他是在家修行的基督徒 已经把圣经读了很多遍 真的读了很多遍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读这么多遍 有人就告诉他说 你一直读经 一直读经 耶稣一定会让你的困难都解决 然后我就问他 你的困难在哪里 他说他在 南宜高夫球场旁边 盖了一个垃圾场 申请一个垃圾场 我要发很多钱 已经好几年多 申请不过 他说牧师啊 你要为何祷告 如果过的时候呢 我就做十分之一奉献 哇 这个人开了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 胆子给我们 那我们就很兴奋 我带了一个团队 然后我到那一边去为他 祷告啊 敬拜啊 宣告神会成就大事 也是两三个月之后 忽然之间经济不担他过 过了之后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也是找不到人 那我这个人就是 觉得这个人有点骗我 有点骗神 我为了让他不骗我 不骗神 我就跑到他家去 他家呢 就住在 那个 有一个 中华东路那一边 我去了之后 我就问他太太 你先生跑去哪里 他说 我先生 跑去哪里 你问我干什么 我只是太太当中的一个 你敢听吗 我活你了 那就算了吧 因为他跟神防钮了 你知道吗 跟神防钮了 那有一天呢 我在电视上 那个第四台 以前的第四台 有在播送那一种 跳舞的教学节目 你知道吗 跳探偶 我看他在里面跳舞 教人家跳舞 我气死了 然后呢 我也受不了这种弟兄 你知道吗 怎么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欺骗在我们的当中 弟兄姊妹 我想问各位一下 你是 神的儿女 你跟神防钮过吗 你有没有诈骗过神 有没有 今天早上 我问的时候 请有诈骗过神的 请你几手 有两三个人几手 晚上大概也不会有人敢几手 你知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时候会很软弱 会很软弱 OK 那第二种牛 叫做金牛 大陆人叫土豪 台湾人叫什么 叫金武 你看一下圣经的背景 你会很清晰 我们是不是锦牛 我们看一下 来 OK 读一下圣经 我来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来 来 我们一起读 来 百姓见摩西 迟远不下山 就对大家聚集到亚伦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什么事 来 再来 第二节 来 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 而你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第三 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什么 亚伦 再来 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从了一支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 这是灵里面出埃及地的神 利物节 来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竹坛 就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法守节 第六 甚至清早 百姓起来 献盘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来 吃喝 起来 玩耍 第七节 没有了 OK 那么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再从头来看第一节 看第一节 来 OK 摩西不见了 然后呢 百姓就到亚伦的面前说 你为我们做个神像 在我们面前引入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们是因为摩西不见的 他们想做一个 牛犊来引入 那么牛犊 这只牛犊叫做 阿比斯 这个阿比斯 这牛怎么来的 它就是 埃及人的传说 就是把 一只牛带来 然后加上它的创造 生了一个孩子 叫做阿比斯 那么这个阿比斯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管理 代表着丰盛 代表着回沃 代表着祝福 这个阿比斯有这个 有这种几样的意识 在Memphis这个地方 埃及Memphis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敬拜这只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带着埃及的 旧有的意识形态 他们带着旧有的意识形态 他们要造一只牛 来管理他们 来治理他们 带给他们祝福 带给他们丰盛 你知道吗 这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旧造的想法 那么呢 其实他 这只牛是要代替摩西 所以要代替摩西 所以 你又可以看到第五节 你可以看到第五节 看到第五节 亚伦看见 就在牛肚面前 主谈先告说 名字要向耶和华 怎样 所结 借着这只牛 来敬拜神 来敬拜神 借着这只牛 敬拜神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金牛现象 什么叫做金牛现象 你看一下 来 有一个图 这个图你必须要看 来 下面一个图 看一下 来 OK 一般的人都是这样 你看一下这个图 一般的人就这样 我们这个 来到神面前的基督徒 我们会通过耶稣来敬拜神 那么神就 赐给我们什么 读一下 平安 还有什么 喜乐 再来 马门 那么 马门 应该叫AS 马门 这个马门 其实就是一种 邪恶的力量 它代表 它要写M的时候 它不是写这个M 是一个大M 是大 马门 所以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祂叫我们平安喜乐 给我们很多的丰富 给我们很多的金钱 所以 你这个人 开始又怎样 再进一步 再来 你开始有这些东西以后 你就在敬拜的东西 耶稣 平安喜乐 加Marmina Marmina 都加上去了 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你的敬拜当中 借着这些东西在敬拜神 你听懂吗 那慢慢的你又可以看到 神要把更多的Marmina 给你了 对不对 把更多的Marmina 把更多的财富给你了 你看看好 来 那你就会发现到 你现在 你的中宝本来是耶稣 再来变成什么 耶稣平安喜乐 Marmina 那现在你会变成什么 只有什么 Marmina 这个Marmina 在敬拜的时候 你的神是谁 Marmina 你知道吗 来 你看看好 来 你看着我 你每次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眼睛闭起来 就去想到什么 现在我这样问一个问题 每次眼睛闭起来 要祷告的时候 想到钱的人心吸收 都想着钱 比较老实的人 我就发现 当我们其实不是很老实 有没有 你再想一想 是不是我眼睛闭起来 钱 到祷告的时候 每次都求什么 都是钱 这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到最后 你的神就是 Equal to什么 Marmina 这是你的Marmina 就是你的钱 那么耶稣说 你要敬拜神 就敬拜神 你不能敬拜神 又敬拜什么 Marmina 那个东西会成为你的捆绑 所以今天 其实 在神的国度里面 很多人 因着穷困而被钱捆绑 有钱人也被钱捆绑 有钱的人他越来越贪财 越来想越多 那又表现得很吝啬 一毛不保 而且他忘求 因为有了 一直求 我什么都要 你知道吗 再来他们自事 就是说 我的神就是钱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 有更多的祷告 我就自事 所以这个马门 其实他有四个童宫 马门有四个童宫 这四个童宫是什么 贪财之灵 然后什么 忘求之灵 栗色之灵 还有什么 智慈之灵 兄弟妹 你要想一想 你的神是 耶稣华神 还是马门 你是不是 一个金有现象当中的一个百姓 大家想一想 我这个传道的人 我也在想说 哇 差马黑 我是不是也坐在 敬拜马门 这几年呢 其实我的生活 不是很宽裕 不是很宽裕 但是呢 我 为什么不宽裕呢 是因为 整个中国大陆 把我要 卖给中国大陆的东西 都不能出口 从台湾就不能出口 你叫 那个 船运公司来 航运公司来 到邮局 都是斩断的 都是不能出去的 我的生活就怎样 就被困住了 全部被困住 但是呢 我发现到 开始的时候 我也会很忧伤 你知道吗 会很忧伤 我没有钱怎么办 而且我每年跟神 签了很多契约 就是我要奉献多少钱 我每年要奉献多少钱 所以我就跟说 神啊 我开始的时候 就会常常被钱捆绑 然后会在忧伤的里面 会在惧怕的里面 会在这种 像要像神 守约没有办法完成 一定的那种 惧怕的当中 但是我就忽然 这些想到 不是被这个捆绑 我应该宣告说 我要离开 这种马门的敬拜 我要真的进到 自由丰盛的敬拜的里面 其实我也知道 很多像我们这种传道人 不只会被钱捆绑 你知道吗 会被教会本身捆绑 教会就成为 我们的这种金牛现象 教会很多牧师都很喜欢说 我的教会有多大 你知道吗 我的教会有多少人 这是不是马门现象 有没有 这是不是马门 你看到 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做牧师的 都要常常去醒 清醒一下 也反省一下 所以 其实这种讲道 每次讲道都对自己讲 你不能对别人讲 我虽然对你们讲 其实在内心 是作为一种 内心良心的回应 你知道吗 在我读了一本书 然后再谈到 三年前的一个统计 美国的教会的牧师 一年从教会 从教会拿掉 一百六十几亿美金 就是整个美国的教会的牧师 从教会里面拿掉 一百六十几亿的美金 就是通过很多方法 就是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一百六十几亿 怎么统计的我不知道 他们必须花了四十几亿 来查账 他们花四十几亿美金 来查账 有可怕吗 所以弟兄姊妹 每次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坐船道的人 都会想说 我是不是敬拜 是不是马门 我的神是不是等于马门 Maminous 我也提醒各位 你的神是Maminous吗 我想不是的 绝对不是 还有一种 我不知道 我相信我们都不是马门 不是这种 这种见语现象 但是我希望我们是一种 红牛选项 你看一下教会的颜色 你有机会就拿起你的笔写一下 好不好 这些颜色也许会让你喜乐一点 让你喜乐一点 白色是代表什么 公益 圣洁 红色是代表什么 救恩 洗净 遮盖 金黄色代表什么 荣耀 然后 蓝色是代表着天堂 以一字 紫色是代表什么 尊荣 以优雅 还有一个是代表永恒 永远的永恒 黑色是代表着黑暗的权势 魔鬼撒旦 很简单 比较简单 那么呢 有一只牛叫做什么 红牛 你如果在读圣经 读到民宿记十九章的时候 那个百姓患这个时候 祭司必须抓一只红牛来 把他杀了 然后烧成灰 当那些灰呢 有罪人摸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洁净 你可以看到 当耶稣在石架上流出 他的红色的血的时候 代表救赎 代表牺牲 代表洁净 有没有 我也期待着 我们至少做一个基督徒 也应该让我们 能够常常自我洁净 也能够去洁净 一些兄弟姊妹 基督徒就是应该要知道 哪里有罪恶 就应该洁净 那个地方的罪恶 我们应该成为 这个世代最大的祝福 我再提醒各位 你当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自我洁净 成为一只红牛 把自己牺牲掉 然后洁净掉 那帮助别人也得到洁净 帮助别人怎么洁净呢 我希望你也要知道 也只有在生活当中 用爱来感化那个人 有一次 我遇到一个弟兄 我一直想到带他信主 他在这个中西西里面 开个欧比喉科 开个欧比喉科 他跟我一样 非常嗜好音响 有一天我去拜访他 其实我想跟他传福音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讲两句话 就叉叉叉 讲两句话就叉叉叉 然后讲十句的当中 有差不多三句就 一句叉叉叉 你们知道叉叉 那个国骂就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弟兄 这个先生 这个医生 怎么这么多国骂这样 我就 我就安静的在听他讲话 带我去那个人 就忽然之间跟他讲说 哎 问他以前 你自己的牧师说的 这是牧师 你这个叉叉叉 他说牧师也是叉叉叉 啊 主啊 你知道吗 那哇 我真的受不了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就有一个心中的感动说 主要洁净他的口 洁净他的口 我就开始祷告说 主要洁净他的口 让他口中所说的话呢 不要那么太多的 这种不洁净的语言 那我就在他 在他说话的时候 我就暗中为他祷告 结果他忽然之间呢 他有一个醒悟说 哎 对不起 牧师 我刚才讲太多这种字 你会介意吗 弟兄姊妹 有人跟你讲说 他骂了很多国骂 你介意吗 你要怎么跟他讲 我不会跟他讲 说我不介意 说我很少听到这个话了 不过从你医生 这样说出来 也是更少数这样 他就跟我说 他很特别 不过为了我的缘故 就不再说什么 叉叉叉 然后再 他说不说叉叉叉 又说了一句什么 叉叉叉 主要救我 然后我在那边坐了 三十分钟以后 我就走了 你知道我就走人 那你就发现到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需要洁净的 你知道吗 他很需要 口被洁净 思想被洁净 他的生活的意念 都在这种 撒旦的捆绑当中 你再想一想 你这种贫穷的意念 需不需要洁净 这种撒旦的咒诅 需不需要洁净 你需不需要去帮助 更多的台湾的百姓 知道贫穷是一种咒诅 我们是不是要 让政府知道 让百姓贫穷 是一种什么 一种咒诅 要不要 我想这是撒旦在我们当中 做的一个最伟大的工作 就是让我们被金钱捆绑 我希望我们应该要 从里面得到自由 所以耶稣来 他第一件事 就是把福音传给什么 贫穷的人 他不是传给富有的人 他就是传给贫穷的人 我期待着 我们能够真的帮助别人 能够得到拯救 还有一种牛叫做治牛 你读一下圣经 你读一下圣经 马可第十五章的地方 马可第十五章的地方 你看了 我们读一下来 他们给耶稣穿上纸袍 又用荆棘变作冠冕给他戴上 他们给他 就是这个他是耶稣 穿上纸袍 又用荆棘变作冠冕给他戴上 恭贺他说 恭喜优太人的王 那么自历代以往 所有的君王都穿紫色袍 所有的君王都穿紫色袍 基督徒今天在地上 是地上的贵族 我一直这几个礼拜 一直跟你强调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不对 我们是跟耶稣基督 同做神的后世 耶稣是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应该是 也是万王之王 我们是一个贵族 我们是一个王储 所以你应该穿上什么 紫色的袍 你在信仰上的价值观上 你必须要有这种改变 你才会活出那个美好的未来 你如果常常想说 我是穿一件黑衣服 我穿黑衣戴黑帽 人生没有什么未来 你会发现到 你会看到你自己本身 就活在这种意识的当中 那么在十几年前 台湾有一个电影 叫做《一只花纳会》 你们还记得吗 你知道谁演的 什么文聪 有没有 一只花纳会 那时候很出名 那个花纳会 他常常 我等一只花纳会 用酒给你休息 对 那么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台湾的社会现象 他们研究出来 叫做紫牛现象 什么叫做紫牛现象 就是在很多牛的当中 有一只紫色的牛 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牛有什么 有黄牛 在哪 土牛 再来什么 你觉得紫色的牛 大概很少 所以那个紫色牛 一看见的时候 就知道它非常的突出 非常的出色 它在讲什么呢 就讲说 一个人 一个人本身的出色 不是广告的 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很出色 一个产品 出色的产品 本身就是很出色 它不需要什么 广告 一个表是真的 它就不要常常说它是真的 它本来就是什么 就是真的 一个好的钻石 它本来就是好的 不需要怎样 一直说它是好的 如果一直说它是好的 可能就变成什么 就是不好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原理之下 我想跟各位说 你是基督徒 当在一个群众当中 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紫牛吗 你是那么样的杰出吗 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活在这个人的当中 一站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杰出 那几天有一个先生来跟我谈话 我这个人蛮有趣的 人 我年纪一大都常常喜欢跟他比年纪 比年纪 然后他进来就跟我说 哎 老师 我今天有很年纪的 你现在有五十五年纪 你是有没有五十五岁 这样他一问的时候 有时候就不晓得怎么回答 他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你不知道 我就说 你看我几岁 他说 看我也是五十五 你是我的兄弟 我五十六 他一直在 原来他现在比说 他比我更老 比我更大 要叫他大哥 其实要我叫他大哥 什么哥都一样 阿公阿伯都一样 名词都一样 其实对身份地位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我就 他一直在跟我说 他大哥的时候 我就拿身份证给他 证明我是几岁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再用语言来说我几岁 我就拿身份证给他 他一看 我说 你三十九年是五 六十七岁 你才是大哥这样 他就很惊讶 就说 你的头发怎么还是黑的 然后轴的还是直的 而且他还说 我好像也瘦 身材又不错 有没有感觉 对对 我开始赞美我这样 然后他为了赞美我 就跟我说 听说他的亲戚高生 他说我很忙 晚上没有什么睡觉 他问我说 牧师你晚上怎么睡得很少 我跟他回答说 我现在 我知道我将来要睡得很多 所以现在我睡得很少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将来睡很多 所以我现在睡得很少 睡到现在睡到很多钟来 就是什么 睡得都没时间 你知道吗 因为将来我们会死 躺下来睡觉的时候 会睡多久 不是一辈子 是几百年 几万年 对不对 他说哇 林牧师你真的很出色 你这种东西都会想 都想得出来这样 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让人家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发现你是一个 非常有创意 然后很喜乐 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会不会吸引很多人来注意你 你会不会吸引很多人来关注你 你再想一想 你是否是那个 指牛现象里面那只牛 还是人家看到你就想跑 你从东来 人家从东来 人家往西跑 你从西来 人家往东跑 有没有可怕 现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 他所办一个角色 是让人家惧怕的 惧怕的 然后咕咕咕咕咕咕 一直吹 一直吹 一个东西都讲不完 有没有 一个东西 反过一个东西 我们是要逼精神病 还要严重 我们教会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他告诉我说 林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 以后 如果有那个很严重的精神科 那个精神病的人 可能要带你来医治 让你医看看 我说为什么 说看你缓不缓这样 他说的东西都一直吹 一直吹 所以很多精神科医生 看到最后 到底自己正常 不正常 他也不知道 我的业父 我师母 我师母还好 他今天晚上没有在 我的业父 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那我跟师母结婚之后 我就 有一次回到朵六去看他 他已经七八十岁 还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穿一针白袍 他坐在那里 那我进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 哦 你来 来坐这 我就去就坐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你林县平 你几年生 三十九年 把日式结婚 十一月 记住 拜托一下 然后呢 他就去 要去找 他的病例表 他找不到 找不到 他就告诉他 你还别来看过 我说我有招来 没有看病 他写过来 你还别平 我就 到底 所以我在想说 兄臣妹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如果跟病人在一起 你常常会怎样 你会生病的 搞到你会生病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不要跟太软弱的人 太负面的人 太情绪晚上在一起 你要在一起 就是跟子牛在一起 看起来就是 很优秀 很创意 给你能够很多的智慧 给你很多的 看见都不一样的 子牛 我们的神 就是带我们走这条 很被祝福的道路 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 就是一个 创造宇宙外面的神 他会把创意给你 他会把智慧知识给你 你就亲近 我们的神 他穿着紫色袍 你就穿着什么 紫色袍 你在心中要宣告 我是属乎神的儿女 上个礼拜 最后讲一个故事 上个礼拜 有三个年轻人 都很可爱 两个男的都留着胡子 你的非常漂亮 都带他的狗来敬拜 他告诉我 他的狗不会叫的 我说是不是哑巴 他说不是 那个狗见到叫的时候 就乖乖 他没事 都带那只狗 好可爱 头都在外面 听我讲到 那只狗真的很乖 然后他来了 我就说 小孩最近做得好吗 还可以 我说一个月做多少钱 一百万左右 我说不错 他太太说 没有啦 牧师他跟你乱讲了 那是最好的 那个一百万 一万的都二三十万 我就发现到 他太太跟我讲的是真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 孩子你过来 那我什么时候 请你吃个饭 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发生这个现象 一谈之后 他告诉我说 牧师 我的爸爸听到 有一个人会做 一种特殊的油 跟他讲完了之后 我爸爸在付他一千万 买他的油 我说 你爸爸有做过吗 没有 我爸爸就是这样被迷惑 就给他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开了 然后开始做 结果那个人 只有研究至百分之六十 还有百分之四十 没有研究出来 那可怕吗 结果他这几年当中 都是起起伏伏 在做一种一种一种油 在做一种油 我就问他说 孩子 那么这样你做几年 三年 那么一年 现在赔多少 他跟我说 一年赔六百万 那么三年已经赔多少了 一千八了 那加上 他的爸爸的一千万 已经赔多少了 两千八了 那我再问他说 你爸爸的心脏 能够让这个事业赔多少 他告诉我说 大概四千左右 我说不要再赔了 一千二给我 你看到 我就跟他讲 孩子 暂停一下 我打一个电话 我打一个电话 我打一个朋友 在做油 我打给他 我说 彭先生 你在做油 你有没有在做 螺丝的油 还螺帽的油 他告诉我 全文的 我告诉你 这个知识从哪里来 他说 每个人都会 他说 那个就要转利 不必 那你如果有一些知识 我能够给你 很简单的 我说你卖得好吗 他说我是什么公司 你替我打下去 看看我卖得好不好 就知道了 我转一头 我转头 问那个孩子说 你假如说 就这么简单做出来 你怎么又花了一千万 去买这个专利 而且做不出来 他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吗 他说我也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说什么 我也知道 他说我也知道 就已经都什么 太慢了 都已经太慢了 那我就跟这个孩子说 还好你遇到 遇到主 那遇到这个怪牧师 我下个礼拜 带你去看那个人 叫他教你 我就打电话给 又打电话给彭先生 彭先生 我有两个孩子 想学做这个东西 你要教他吗 叫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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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生孩子 我现在很小孩 你听懂吗 他六十几岁跟我一样 他没有生过孩子 他养一只狗 每天抱着他一只狼狗在睡觉 他说 他要一个孩子 赶快叫他来 他找不到继承人 牧师你介绍一定是最好的 我就跟那个孩子说 六毛条 有没有 六毛条 我的意思是当你接近一个子牛 子牛就会祝福你 你知道吗 当你接近耶稣 耶稣就祝福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是 你要很杰出 你一定要很有创意 你要很有能力 你要很有人际 当你要接近你的时候 这些人都要猛受你的祝福 基督徒其实就是神的见证 神希望把他的紫色的袍子 匹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让人家看见之后 就知道你是非常独特的 Amen 最后来说 请问各位一下 看我一下 黄牛的心理几手 还好 金牛的心理几手 有两个还好 然后 红牛的心理几手 会洁净自己 然后过圣洁的生活 帮助别人洁净的 你们都那么污秽吗 是子牛的心理几手 这个子牛太不错 有一些信心 真的有一些信心 帮助自己 求神灵敏你 我们一起来守圣餐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 哦 耶稣 哦 耶稣 哦 耶稣 主啊 你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世出来 就是要我们进到 你的国度的里面 当我们进到国度里面的时候 所有过去的价值观 祖先的做主 贫穷的做主 过去价值观的做主 都完全要离开 神啊 让我进到你的国度 追求你的国 以你的义 主啊 让我真的成为 你所喜爱的儿女 我要成为圣洁的儿女 你帮助别人成圣 主啊 我是 很独特的 我在你面前是唯一的 我是很卓越的 我要把你赏识给我的恩事 彰显在世上 神啊 让别人看见我 就知道 我是这个时代的贵族 我是这个时代的君王 主啊 祝福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要守圣禅 不除我们的罪被除去 咒诅被砍断 而是神的生命 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我们当如此来纪念祂 这是耶稣的宝血 为我们留的 我们当如此来纪念祂 因为这是祂所设立的信约 主求你圣化这个饼 圣化这个葡萄汁 让这个饼成为你的宝体 让这个葡萄汁成为你的宝血 还是吃喝你的 他们都得到 你丰富的生命 得到你丰盛的祝福 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我们当如此来纪念祂 我们来分这个饼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来享受这个饼 哦 耶稣 耶稣 弟兄姊妹 让你拿这个饼 希望你一句一句跟我祷告说 拿这个饼 希望你开口跟我一起一句的祷告说 耶稣 求你爱我 这是你的身体 当我吃了你 我的身体就健壮了 我的灵力就丰盛了 我的里面就充满了荣耀的基业 所有的病都要被医治 所有贫穷的鬼就离开 神的丰富要进到我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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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身体 是你的身体 也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里面充满神的丰盛 充满了丰富荣耀的基业 主啊 接近我 让我真的从软弱变刚强 让我从贫穷变富足 让我从做主变成恩典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众子妹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病 这是耶稣的保险 是他所设立的新约 我们当录时来纪念他 听众子妹当我们拿这个杯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能放在我们的胸前 听众子妹这是 耶稣的保险 我希望你一句一句跟我祷告说 耶稣啊 借着你的血 借近我 借近我的误会 借近我错误的价值观 借近我旧造的价值观 帮助我 这学识你的生命 求你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 让我建造真正生命的价值观 我相信我是属乎你的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贵族 我是金王的后代 主啊我要宣告 我是圣洁的 借着保险 我是圣洁的 借着保险 我是属天的 借着这个保险 我要靠此得胜 借着保险 我相信我变得很卓越 很特殊 很唯一 我是神的喜乐 我是神的荣耀 我是神的冠冕 神永远爱我 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饮这个杯 耶稣 等你在我们当中做医治的工作 借着熟圣餐 我相信 有很多人的身体要被医治 因为神的肉 神的血进到我们的里面 在做圣化的工作 很多病要被医治 很多的痛苦要被解除 很多的做主要被砍断 再次的呼叫耶稣 耶稣 耶稣 同志妹 让你守着圣山里感受神的同在的人 我希望你积起你的手来感谢耶稣 你真的今天晚上感受到神的同在 有积起你的手来感谢耶稣 这些人我们一起来拍手赞美耶稣 你有感受到神的医治的人 你有感受到神的医治的人 我希望你积起你的手 我希望你积起你的手 今天晚上神有医治你的人 请你积起你的手 这些人牵着你的拍手来赞美耶稣 今天的话语 对你有帮助 你相信 你是很卓越的 你是很特殊的 你是很唯一的 你相信你是这一种人 我希望你积起你的手 跟神说 神啊 我就是如此 我就是如此 我希望我们拍手来赞美神 阿伦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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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奉献 把今天奉献在你面前 主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剩下的奉献给你 而是用一个很大的礼物 要奉献给神 奉献给金王 我期待着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都用这种 尽力的摆上 这种心智 来把今天奉献给我们的耶稣 也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 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来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阿伦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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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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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你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愿你愿啊 我相信 贫穷者所奉献的 你会喜爱他们 你的手会赤目他们 你会跟他们说 我所爱的孩子 你所奉献的我会千百万倍的收送在你的家中 还是富有人所奉献的 神 你会接纳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打破了吝啬 打破了贪财 打破了知识 打破了忘求 我相信 有的要加倍给他们 神能满满的祝福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 请向隔壁人 请安一下 愿主的平安 有没有同在 欢迎 有几个弟兄姊妹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 有一个叫做谢冠谦 姊妹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谢冠谦 请她站起来 我们欢迎她来 好不好 她在那个地方 有第二个就是一个李靖芳姊妹 还有康姜好 这是一个家庭 从周镇来 请他们站起来 我们欢迎他们来 各位 请坐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OK 还有一个弟兄 好像第一次来 请他站起来 我们跟他拍手一下 给他来 欢迎我们的招待人员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招待室 就在地下室 我们有好的甜点 好的餐点在招待我们 好不好 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的招待室 看起新书 又听到浓浓泪声 你的大能 便满掉一座轴 我领着唱 赞美救助我生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我领着唱 赞美救助我生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让我们大声的呐喊七声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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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稣基督恩典 上帝的喜爱 圣灵的感动 慢慢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兄姊妹请坐